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用過的韓國BB Cushion 或者底妝 但當然啦 我覺得好用的 大家未必真的適合用 或者我用的 大家可能一邊用都相關無事 因為每個人的膚質都不同 我自己的皮膚也有很多問題 有暗瘡印 紅印 生完BB 還有很多色斑 而且皮膚很油 經常浮粉 而且我化妝要上電視做節目 不只是出一隻飯很簡單 所以粉底如果不漂亮 都真的出事 第一 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不漂亮 這些大牌子都是穩妥的東西 這一隻是 Anti-aging的 它聲稱有一定的遮瑕能力 但我發現遮瑕力真的不足 但這一隻我用過幾款的BB Cushion 真的很水潤 很保濕 就像宋慧喬在他們的電視廣告一樣 用完很透亮的 很水光的感覺 而且很透薄 但就是透薄這個東西 其實它很難做到很高的遮瑕 那我就不會再繼續買了 因為我需要它好好遮瑕 這一隻是做不到的 但它真的挺濕潤 而且也挺持久 但我覺得它的潤是潤到 香港夏天好像不太適合用 但如果你的皮膚不是太多 霞顏要遮瑕 只是想平均一下膚色 和提高亮度 這個是挺適合用 挺低用的 上次首行就在韓國買了這隻W.Lab的Cushion 那我就問店主 這個牌子有好幾款Cushion 有Snow 有Honey 還有一隻好像櫻花一樣 它也是強調遮瑕度的遮瑕度很好 就跟之前那隻冷鬼April Skin有得比 的確它真的遮瑕度是挺高的 但它相對也會厚一點 整體的表現也挺好 又不會很乾 也持久度OK 總之就是很平均很平均的表現 但又沒有什麼很突出很突出的表現 即是可以用來操用 百多元而已 那就沒有替換妝的 這隻用來操用是一流的 但如果我做節目出鏡 就不可以用這隻了 HELLA HELLA 他們韓品是用HELLA 也是大品牌的東西 UV Mist Cushion 這個Ultra Moisture 對了 它說得這麼多的Moisture 當然是真的挺滋潤的 剛才我就是用這隻出鏡了 但老實跟大家說 我不會再買的了 原因就是遮瑕度不足的 就是這一隻 嗯... 那些斑是遮不到的 但它潤是真的挺滋潤的 滋潤是OK的 但它就比Lineage 剛才我用過那隻 就厚一點點 但它的厚度也不太遮瑕 所以呢 我就覺得一般般 不過它也算挺划算的 都是... 嗯... 200-300元一盒 又有替換妝 有一樣東西扣分的 就是我沒有用過... 一個...兩個月... 幾個月 然後它的Pot是裂了的 是不是我買了假的東西呢 還是我保存的 還不是這麼妥當呢 裂了我的Pot都不知道用不用好 接著呢 要說就是這隻 Ohi 這個牌子 O HUI 但就不是讀O開的 其實它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在香港又沒有那麼多人用過 我覺得其他原因是因為它難讀 Ohi 它是很麻煩 為什麼我會用呢 就是因為... 其實是我先生買的 而且它是走一個高格調的路線 價格是會貴一點的 接近雪花售那一隻 但我也用過Ohi的護膚品 是真的蠻好用的 特別是它那隻的精華 一隻超高度超濃縮的保濕精華 我應該會貼了一張圖 我應該會貼了一張圖 那我想它跟近來很熱 John Simon做過那隻 Wizderma 那隻的精鑽導入 我想其實也有點像 我應該會貼了 那說回這個Cushion 這個Cushion 是Ultimate Cover 又是有很高的遮瑕度 整體表現都非常高分的了 遮瑕度夠 亦都夠鐵薄 不會好厚 夠保濕 夠持久 亦都出來的感覺是很細緻的 所以我用它來出鏡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其實它的味道呢 什麼味呢 是化妝品味 但是很迷人的味 總之我也蠻喜歡用的 整體表現真的不錯 大家如果未試過這個牌子的護膚品 不妨去買來試試看 好了 接著就是這一隻了 這一隻是我非常之喜愛的一個粉底 Vanilla Co 大家可能都用過它的產品 特別是它的豬油膏卸妝膏 Clinic Zero 對 那隻卸妝其實也挺有用的 這個粉底 Cover 10 是一個很意外的發現 就是有一次我在韓國 我忘記戴粉底 忘記戴化妝品 然後下了一天之後 要化妝 死火了 沒有戴化妝 沒有戴護膚 就去最近那間 馬上去買 最近那間就是Vanilla Co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Coverage 要最好的那隻 你拿給我吧 那他就介紹用這隻 誰知道不用油自可 一用真是把幾火 超級好用 其實它不是護膚 它是擠出來的粉底 你不要打算擠出來 很快就用完了 非常之耐用 我用了差不多四個月才用第二盒 但我也是經常用過 我出鏡也是用它的 經常 那它有什麼好呢 就是遮瑕度高 因為我都尋求很高的遮瑕度 但它遮到得來 也不會太厚 也是我在電視廠做好久的節目 都沒有什麼粉粉的感覺 所以都挺持久 顏色澤也挺自然的 那我就是用 應該是二十三色的 我通常都用到它們最深的那一隻 但出來都OK 對 那這一隻如果大家是尋求 一隻很遮瑕的粉底 暫時我用過最好的其中一隻 就是這隻 所以大家真的應該試一下 雖然它不是什麼很熱的產品 大家可能遺留了一些很好用的產品 這隻真的很好用 十隻母子推介 很好用 然後就是這隻 Age 20 這一隻是經常斷貨 是斷貨王 聽說已經是賣超過百多萬盒 在韓國的Home Shopping 電視購物 都是很受歡迎的產品 我在韓國的時候 經常都問批發商有沒有貨 打算用幾盒來試一下 或者送給朋友 經常都要等 經常都要斷貨 看一些新聞 有在韓國的代購 就是因為欠買這隻 而大打出手 上報紙 結果在香港 得來全不費工夫 很容易在水貨店就買到 總之 內地朋友喜歡用的 他們追捧的化妝品 在香港就很容易買到 這隻東西其實不是 不是pushion 它是高狀粉底 你看到就是這樣 我一用的時候 我都很期待 它強調是什麼 就是非常保濕 在韓國的電視節目 經常都會有介紹這隻 韓妹喜歡用匙巾 去刮一下刮 然後出了很多透明的水 那些就是它當中有的保濕精華 聽說它68%的含量 都是保濕精華 所以保濕是做得超好的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是十分之高 我一用上去的時候 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是有點失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難推開 它始終是 它不是BBFusion 它是cream狀的 膏狀 高 比較硬的 所以你要花一點點耐性 去推開它 用它用來做電視節目 很長的時間 果然真的保持濕潤 而且沒有脫落的情況 也沒有裂開 它那種保濕 我覺得是很耐煉的 它不是一塗下去 就馬上光亮了 難怪整天斷貨 真的很好用 還要很大 我買這一盒 就168元 還要有一個替換妝 然後這個燈 這個是BB來嗎 對 是她來的 姨媽 姨媽 姨媽刀 姨媽刀 好重 我已經有兩個姨媽來了 先把尾巴 我那邊 這隻很好用 對 這個是白色盒 它有白色盒系列 和粉紅色盒系列 白色盒是適合比較多紅印 偏紅的皮膚 而粉紅色盒就是 如果皮膚比較暗 偏黃 就用粉紅色系列 前幾天在另外一間水貨店 看到賣150元 但不知道會不會是假貨 因為市面上充斥著很多假貨 總之就 划算用 大家試一下 說到底妝的分享 有點少得 近來 每個人都追捧的Wisderma 其實我已經買了 但未到時候 我一會就會去拿 然後就會試買 然後有個很詳細的分析 會在另一條影片 就只講Wisderma 大家如果未買 就看我的分享 才決定買不買 好嗎 因為我看到 它現在已經在拆鬥了 已經開始 那我也是時候 要關機了 要不然 整個房間被它拆爛了 都可以的 它的破壞力是很強勁的 好 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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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礙著媽媽錄東西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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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